火災發生的時候 您會往哪裡逃呢 有很多人直覺 要躲在有水的浴室 但其實專家說 火災躲在浴室 或是找時間 找絲毛巾 這是兩大致命的錯誤 很有可能會送命 專家要教你正確的 高樓求生關鍵 熊熊大火狂燒 不少人直覺 要躲在有水的地方才能保命 在廁所 廁所在左邊 廁所在左邊來右邊 不過台中大火 這有富人躲在浴室卻送命 專家警告 其實火災時躲在浴室 或是花時間去找絲毛巾 反而耽誤逃生時間 都是致命錯誤 會讓你送命 這回浴室有水 浴室排氣孔裡面 會有新鮮的空氣 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浴室的門通常都是塑膠門 所以如果煙熱進來的時候 這個門通常都會溶掉 浴室很多都是在 得說比較降落的地方 它不見得會有對外的窗戶 專家說火場的頭號殺手就是濃煙 濃煙每秒上升速度為3到5公尺 水平橫移的話則是 每秒0.5到1公尺 火場求生關鍵在於 要和起火處反方向水平避難 一旦無路可走 要塞住門縫等待救援 切記往出口方向避難 你看到的是火 當然要反方向跟它跑 如果你今天看到的是煙 那你就不要跑 就是要關門留在一個 相對安全的地方 當時你的逃生路徑上是沒有煙熱 那方向火場逃生往下 火場逃生分秒必爭 一個錯誤觀念就可能得和至親天人永隔 牢記小訣竅才能保命避免成為火場冤魂 記者余聖行李沛捷台北採訪報導 煙熱祖行李沛捷台北採訪 24大訣竅